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一周博文 观美国时政 这是一周美国 我是马尔林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月14日 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 2023财政年度国防开支的预算案 总压为8400亿美元 其中包括总统拜登增加的370亿美元国防预算 当日众议院以329票 赞成10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顺利通过了该法案 不过有39位民主党议员 和62位共和党议员站在一起 投了反对票 不久之前 国会参议院已经投票通过了 另一个版本的国防开支预算案 其中增加的预算额为450亿美元 因此 接下来参众两院将会展开 相订2023财政年度国防开支预算案的最终妥协版本 并且在今年遲些时分别投票表决 7月15日 正在中东地区访问的总统拜登 在帕利恒会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称 基于以巴1967年变界的两国方案 加上已经达成协议的换地方案 是实现该地区和平的最佳方式 拜登上任一年多 这是他首次就如何结束以巴冲突 做出的公开表态 这个意味着 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退回到特朗普执政之前 这个对北拉斯坦来说是一个外交的胜利 白公称 拜登和阿巴斯会晤了90分钟 说到了美尔关系 以及拜登即将在查特 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会谈 拜登说给阿巴斯、巴尔 双方都应该要避免单边行动 为外交解决争端创造政治条件 7月16日 内华达州克拉克院的结婚记录显示 影视音乐巨星珍利弗·洛佩茲 当日和著名影星本艾弗莱克登的结婚 法庭记录显示 7月16日 这一对明星在罗维达州克拉克 原领了结婚证 结婚证上面的名字是 本杰、明、格萨、艾弗莱克 和真尼佛、艾弗莱克 据报道 罗佩茲和艾弗莱克第二次见面 是在2002年拍摄电影《鸳鸳绑匪》期间 当年慈离的时候 他们开始约会 并在2002年11月订婚 2004年 罗佩茲宣布两人分手 同一年 罗佩茲和歌手马克·安东尼结婚 2005年 艾弗莱克和演员 真尼佛、加勒结婚 后来他们各自离婚 并有新欢 7月17日 白宫高级经济顾问 贾里特·帕因斯坦 告诉媒体 虽然美国通货膨胀依然严重 但现在还很难得出 美国是否已经陷入衰退的结论 因为美国经济正处于不利因素 和有利因素并存在强大的情况下 贾里特·帕因斯坦当日 在史丹福周日新闻节目上说 即管目前美国通胀率 表升到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就业增长和消费支出仍然强劲 他指出 当我们见到工资和就业增长时 就很难得出我们处于衰退的结论 目前我们面临通胀的不利因素 但也有一些非常强劲的有利因素 贾里特·帕因斯坦透露 今年由于财政收入增长了26% 美国预算债务减少了1.7万亿美元 7月18日 美国追据标志性的 玩具零售商玩具反党城宣布 它将在10月中心回归实体经营 佳时会在全美所有的 Masis百货公司内开设门店 新开仗的玩具反党城的门店 免值由1000平方英尺 和10000平方英尺不等 另外有额外3000平方英尺可供扩大 以提供更多的产品 这些门店将会配备玩具体验区 众会有它的标志性吉祥物 挤乎离场颈套坐在床椅上 被顾客家庭影响 由10月15日到10月23日 Masis百货将会举办为其9日的店内活动 包括亲子活动 佳时将会赏素Barbie玩具 落高等品牌玩具 7月19日 联邦疾控中心的专家委员会 建议NovaFax研发的 量剂次新冠疫苗 何公胜任使用 当日 CDC专家委员会 在长达素小时的公开会议上 审查了NovaFax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然后投票一致同意 向18岁及以上的人群推荐该疫苗 一旦获得CDC主任 华伦斯基签字批准 NovaFax将会完成为期两年的疫苗验发旅程 这间位于马里兰州的生物技术公司 是上官疫苗研究的早期参与者之一 由联邦政府的曲速行动 获得了18亿美元撥款 联邦卫生官员和NovaFax高管称 该疫苗可以为 不想接种辉瑞和莫德纳MNRA的疫苗 成年人提供另一种选择 目前美国仍然有2600万 至3700万成年人 尚未接种新冠疫苗 7月20日出楼的一份最新民调报告显示 联邦最高法院对威信继续崩塌 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不够四成 另一份由玛丽特法学院发布的最新民调报告显示 显示了最高法院连接这样做出几个极具争议的判决之后 民众是如何看待他 这次调查是在7月5日至12日期间 也在最高法院退属按罗素韦德案历史性判决之后进行 结果发现 有61%的人不认可9位大法官的工作 只有38%的人亦赞同 而在2021年7月 玛丽特的民调报告显示 有60%的人赞成最高法院的工作 有39%的人不赞成 关于罗素韦德案多达64%的人反对最高法院 否认女性堕胎权的判决只有36%的人赞同